各位同学 大家好 又是星星老师和理港宗士 今集就是讲羊慕运动 先讲背景先 即是怎样来的羊慕运动 之前发生什么事 羊慕运动是由同志帝 登基开始 去到光水时期的甲午战争结束 为什么甲午战争结束 因为战败 羊慕运动的目的是想 保卫国家 实力去保卫国家 抵抗列强入侵 谁知道新兴强国 日本兴起 跟中国打仗 结果日本赢 抵抗不了强敌 所以 失败了 但羊慕运动 做了之后 纵然是打霸仗 但其实他都是真是令到 当时清廷的实力 是提升了的 好 整件事就是1861年至1895年 历时三十多年 又称为同光新政 即是同志与光水的新政 甚至称为同志中兴 甚至称为同志中兴 同志中兴 中兴 兴起 那种问题 当时实力强大了 所以是中兴 亦都最多人说 除了羊慕运动 这个名称之外 最多人有志强运动 这个名称 目的是 是遇外母 静内乱 好 在这里 小小说明 那我就 我说完了 英法联军之议之后 说羊慕运动 是按时间来说的 因为我觉得是 时间 按时间序 时间序 是最好 理解历史的 不要跳来跳去 即是 书的安排 是这样 全部入侵放在一起 全部就是 改革放在一起 好处是 比较所有的入侵 比较所有的改革 但我觉得不好处是 因果不清楚 羊慕运动的出现 是 英法联军之后出现的 即是 你知道原因就是 打败了 鸳献争 和打败了 英法联军两场仗 当然出现了羊慕运动 我觉得这样会更清楚 好了 羊慕运动出现的原因 首先就是 新思潮的形成 即是新的想法 新的想法 通常都是来自 外来 外来的想法 就是外来的经验 原因就是 鸦片镇 鸦片镇之后 少数讲求 精细致用 即是读书为了什么 读书为了 是用于当世 精细致用 就是用于当世 自大夫开始留意 世界大势 那样 去正视中国 军事科技 落后的现实 觉得有这个问题 中国 觉得要学习这个 洋人的船兼炮利 即是当时 看到他们的船 是铁甲船 因为问题就是 他们用蒸汽推动 不是用风帆推动 当时 蜻蜓主要都是用木船 实力差一个距离 好了 船是这样 炮也是这样 当时蜻蜓没有炮 但是技术是不够外国的大炮 枪炮那么好 好了 所以他们就要学习船 去抵御外母 抵御外敌 好了 好 于是有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 叫艺猿 艺猿呢 其实林则材是几个好朋友 他编成了海国图字 提出 思乙长忌以制宜 思乙 思乙 大家和我知道老师的思乙 这个动词用就是学习的意思 学习 乙 乙即是乙人 即是外国人 常忌 擅长的技术 去制衡这个外国人 行不行 思乙长忌以制 而继续去 这句说话 成为了羊毛运动的先声 好了 接着呢 就有第二个人 冯桂芬 在这个 校斌劳抗议 一书里面 率先唱到自强 即自己 要强大 主张以中国伦常明教为原本 继续保存这个伦常明教 即是儒家思想那些东西 富以诸国的富强之术 就是其他国家的富强的一个方法 主张呢 就是 八个字 这个八个字 都很重要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即是我们没有全盘西法 要保留中国好的东西 但用西方一些强大的东西 补充下去 就是羊毛运动的纲领 好 这个知识分子的醒觉 好 我们看看这段 放大一点 鸦扁之后 西方的旋径派里 部分识人 开始放开眼界 突破了移下之防的怀疑观念 移下之防的怀疑观念 移下之防的怀疑观 重新审视西方 余林则徐曾经向有人说 中国对外战争失利 关键了于枪炮的性能 他们的 他的智友 艺员 编练了四周治 为基础 成为了《海国图治》 刚才说过这本书 该书提出 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之外 还对西方的民主政制 流露的恩善之情 即是包裹了两件事 军事科技 和政治制度 当时艺员都觉得 好的是好的 西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徐继瑜 也出版了《迎环治略》 介绍了西方的史地文物 史就是历史 地就是地理 文物就是他们的文化 学者蒋亭忽 也说出 尚述令人耳目一声言论 在当时社会 就是曲高和寡 即是 虽然说得对 但没有什么人相信 好了 没有发生任何影响 至此中国担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到了这个关键 英法联军之役 中国再次战败 社会才开始探求这个富强制度 就即是在鸦片战争的时期 已经有人见到这个状况 但是没有人 没有人 没有人可以曲高和寡 曲高和寡 好了 英法联军之役之后 正式就开始 学习西洋了 第二 内忧外患的刺激 鸦片战争以来 清廷被逼与列强签订了 不平等条约 丧权欲角 而英法联军之役之间 京师亦都核心陷 最重要 以下的句话 公亲王易欲 扮你 以和过程里面 是见到洋人的身色武器的利害 觉得就是敌强我弱 认为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才行 才能够改变职业的状况 好了 这个是易欲 是关键 易欲 之前都提过 他是满洲人 因为清朝是满洲族 他们是不信汉人 所以他都是找满洲人 作为一个总统酬员 即是总负责人 地方官 曾国藩和李鸿章 如果你是Form 2 还记得太平天国之乱的话 你可能记得曾国藩 是有一支部队叫商军 而李鸿章 有一支部队叫怀军 好了 那他们这两支军队呢 是得到这个洋人的帮助 洋人的力量 就是平定太平天国之乱 那洋人的力量是什么东西呢 看看住食三 好了 那有些东西不交代了 1864年呢 汉人将领曾国藩 李鸿章左宗堂 在常胜军 常胜军是上海商人出之雇用的 外国人的招募训练的军队 他有用外国人的训练的 他有精良的武器 就是洋枪 精良武器就是 最后呢 是帮助他攻陷了天津 和令到太平天国封幕的 即是是得到这个洋人的训练之后 打赢了这场内战 即是太平天国之乱 那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呢 是亲身体验到西方的船炮的优越性 他认为呢 安内让外的智强之道呢 是在于练兵制器 一定要训练好自己的军队 和要有外国人那些的武器 于是倡议 购买西洋武器 创办新式工业 和培养科技人才 那这些呢 都是当时呢 是为了要增强自己国家力量的做法啦 好啦 这个 只要延伸清朝官员 体会到洋人的船机炮来啦 曾国藩李鸿章呢 与洋人合作平定太平均的时候呢 是目睹西洋的枪炮的精良啦 曾国藩呢 认为呢 就是购买枪炮的轮船呢 作为今日救时的第一要务 史痞之长皆我有之 就是人家聪明的东西我都有 李鸿章也都称 洋人大炮之精纯指弱 即是弹弱 之细巧 气械之鲜明 队伍之整齊 实非中国所能及 好啦 那所以呢 每遇弓箭呢 枪炮齐发其落地 开花炸弹如神技 所向无敌 因而提倡 学习外国的利器 希望呢 就是转弱为强 那于是呢 李鸿章呢 都是主张洋务运动 而李鸿章 即是后来是主持的嘛 好啦 楊梦还有一个背景呢 是需要挽回呢 就是李鸿啊 就是由于 外国人的商品呢 来到中国之后 就呢 就是 就做生意啦 那中国商品呢 就没办法竞争 所以强化回中国本土的商品 那当时呢 就是轮船 最主要是轮船的航运那里 好 鸿章之后呢 中国门户大学啦 洋货呢 就是大量的廉价傾销啦 洋轮 轮船啦 垄断了沿江沿海的航运 好啦 那垄断了沿江沿海 有什么问题呢 是什么 本来 过长江呢 就其实是有些船夫嘛 本土船夫 就是撑船过去的 那撑船过去呢 是慢啦 是不是 成本都高啦 因为撑了 由撑了对岸 时间长了啦 现在人不是差很多转的嘛 装的人都不当 所以呢 收费也不会便宜 但是轮船就不是啦 轮船呢 就是一坐一坐很多人的嘛 过河 或者收费便宜了 如果作为消费者 喂 洋轮轮船便宜 那当然搭轮船过河啦 是吧 就不会搭那些撑船啦 又浪费时间又贵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呢 就令到呢 那些的撑船那些的船夫呢 全部失业了 很明显 失业得很快 所以呢 你本书跟着说 经济民生大受打击 刚才以一个 这个的过河 就是这个的为例 好 为了抵制外商的实力的扩张 挽回利权呢 中国需要呢 就仿效西方 自行 轻办 混书 通讯 抗野 仿跡 这些的实业 就是自己做回 不要被外国人做完 因为如果不是呢 利权损失呢 就很严重了 好 第四点 开名官员的唱道 好 并望到有一班 开名的 即是 较为清醒的人 清廷官员呢 是唱办的 包括了 中央有公亲王亦恩 那这个是 就是 最高领导人 那这个是 因为他是满洲人 因为呢 清朝呢 江山是属于满洲的嘛 所以呢 就 他们不会呢 是容许其他呢 就是 夺取他的权力 那一定要他 他说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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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够呢 就满洲人呢 就能够控制到江山了 就是不会被人呢 推翻他了 就是今天叫做 国家安全 嘛 清朝是 是中国啦 所以呢 都属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所以呢 逆恩呢 就是做一个 就是控制住大国 控制住几人 好 军吉大臣文祥 那这些人呢 都是比较开名的 跟着一班汉人 地方上 那些汉人 那就是 满洲人呢 就要看着这些汉人 不让他夺权 曾国范 左宗棠 李鸿章 张之洞 劉勋一 这些汉人 他们呢 就是一起合作 好 逆恩呢 就是掌管的总理衙门 是清廷的中书主持 楊武的首都人物 主取做主持的 曾国范 是最早唱到楊武的地方督府 地方督府 督 督就总督 虎就秦虎 都是地方最高长官 的官衡 好 曾国范死了之后呢 李鸿章就成为了羊武运动的领袖 那这个我觉得李鸿章更重要 因为曾国范 就真的 当时呢 就是 参与不是很久 李鸿章就参与了很久 李鸿章是真正领袖 那就 多数呢 都是 新政呢 多数都是由他 就是囚惑和苍白的 好 最后呢 这个招延伸 李鸿章是羊武改革里面 中流底柱 就是注重一些人 在地方推行羊武的官员里面呢 前期主要是曾国范 左宗棠 和李鸿章 三个人里面呢 曾国范呢 在1872年就死了 左宗棠呢 1867年呢 就调到陕西 甘肅新居一带平乱 打仗 到1880年呢 才回到中央 不久就病死了 好了 唯独是李鸿章呢 是长期推行羊武 在江南主政 他1870年继承了曾国范的直帝总督 直帝就是首都那个地方 那就1895年呢 中央甲午战争呢 就卸任 即是打败仗了 所以就要辞职啊 长达做了整25年了 由于 由于直帝省鄰近京师 地位呢 是较其他省份高的 加上李鸿章呢 就深受辞在太后所弃重 即是重视他 成为了羊毛改革的中流底柱 努力推动外交啊 商务啊 海防啊 军事啊 民众企业 全部呢 他也是有份呢 就筹划的 好了 那这个呢 就是 羊毛运动的背景 那我们 那我们 回来 看一次啦 首先呢 就是新思想的 想法啦 新想法的传入啦 其实新想法的传入呢 其实呢 在互相片之后呢 已经有啦 不過呢 就是 当时朝廷呢 没有留意而已 好了 跟着呢 就到英法联军之役 就发现呢 咦 要学习外国人啦 那里面呢 那 易欣呢 是一个满洲人啦 他都觉得要啊 他都觉得要 要学习外国人啦 如果纯粹汉人提出 未必 那么受重视啊 原因就是呢 满洲人是不信汉人啦 第三呢 就是要挽回理权啦 因为经济上呢 就要跟 外国人那些的 那些的 航运啊 等等的 的业目竞争 不要等这个 外国人赚了钱 那样 好 第四呢 就是开明官员的唱道啦 那一大堆人名啦 那这样 那就记住 最早要记住三个 易欣 曾克凡 李鸿章 好了 那就这班人 看下的样子 就是这一堆人啦 那样 好了 下一节呢 就讲羊毛运动的内容 那今次到此为止 各位同学再见 拜拜